从矿物油中取出一块钠金属 置于玻璃片上 以刀片切下如绿豆般大小的钠金属 再用镊子夹取至燃烧池上 点燃酒精灯 加热燃烧池内的钠金属 会看到钠金属先融化 在起火燃烧 火焰成黄色 钠的燃烧是钠 与空气中的氧反映 燃烧后的产物为氧化钠 接着取一个小烧杯 装入约五毫升的水 待燃烧池冷却之后 介入烧杯中并加以搅拌 会观察到燃烧产物氧化钠 可以完全溶于水中 接着取红色蓝色石蕊试纸 分别测试水溶液的酸碱性 发现红色石蕊试纸变蓝色 可知接属纳燃烧后的产物 其水溶液呈碱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